Hello 大家好 我是尤他房产经济戴笠 今天带大家来看两套位于Hairman正在出售的样板间 这两套房子分别是 617,086和654,156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看一下里边的内部和详细信息 走吧 这套样板间目前的售价是617,086 四房四位2911尺 这个房子包含了所有的地下室升级 待会我们看一下 一进门右手边是一个半位 半位的旁边是一个挂衣服跟包包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一进门非常的敞亮 对面有很大的挑高 可以通往二层 然后这边也有窗户 一会儿我们稍后看二层 我们现在先来一层看一下 穿过这个很宽敞的挑高走廊 我们就来到了一层和地下室的入口 地下室我们也稍后介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客厅 这样板间的最大好处就是它升级了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升级搭配都是设计师精心挑选的 这里是厨房 它的所有的电器也是升级过的 都是包含在这个售价里的 大家可以看到是DE的 双壁挂式的这个烤箱 这个高度都是刚刚好 所有的家电都是包含在内的 然后这是一个台面 你看到白色的橱柜 搭配白色的backslash 非常漂亮 大家这个灶台也是升级过的 是一体式的 不是我们传统看到的那种推拉式 所以我们往这边看 这边是一个八人的餐桌 这个餐厅的两边 三边都是有窗户的 大家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山景 这个后院也是做了升级 我们看一下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带有遮挡的一个deck 这个deck从以往 它也是水泥的 非常的坚固耐用 风景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外边的山景 这个后院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也做了一个有篝火的地方 做了一些景观 ladept 愿快 刚说的 他是 pleasures的 看本 给们 他解决的 这里 厨房这边就是它的一个pantry room 配方厨房的用品和食物 pantry room 的旁边就是车库 这里可以通往车库 目前是最棒的杂物 好 看完了一层 我们现在去二层看一下吧 二楼一上来 我们可以看到一层进门处 二楼一上来 这边是一个很开阔的loft 然后是有窗户 可以看到外边的雪山风景 loft往这边来 就是两间卧室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间卧室 这个卧室就是主卧 大家可以看到主卧的两边都设置了床头柜跟窗户 非常的宽敞 这边也是有很大的一个窗户 我们看一下这个主卧的这个顶也是做了装饰 做了吊顶 很chromolding的装饰 主卧往里走 这边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主卧的 厨房的那个厨房区域是搭配的 这边是干燥的马桶房 也是带有窗户的 这边是非常大的一个不如是衣帽间 你看 很宽敞 可以放进很多的衣服 好 主卧出来我们可以看主卧的对面还有一个很不错的设计 很深的一个储物功能 储物间 好 回到loft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往前走 是一个拳位 往这边来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采光很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阳光照到床上 非常的暖和和舒服的感觉 这边是一个推拉门的衣帽间 窗户也是很大 好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地下室 这大房子的地下室是已经完成了装修 往里面走 穿过这个很宽敞的走廊 我们就来到了地下室的客厅区域 地下室的客厅是有窗户的 这个窗户基本都在地上 所以说采光还是很不错的 客厅往里面来是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也是带有窗户的 采光很不错 从卧室出来这边是窟户房 窟户房往里走 这边就是一个权位 所以说地下室一共是装修出来的一室 一厅一卫 非常温馨的设计 下室一厨一厨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在售的样板间 这个房子一共是3303尺 四房四位 65156 好 大家清索的步伐来里面看一下吧 这个门是非常宽敞的一个条包 走廊 这门的旁边门后有一个挂衣服的硬脑间 往里走 这边是一个半位 这个半位的墙面做的贴纸设计非常漂亮 门后就是个马桶 好 往里面来 这边是通往地下室 我们稍后接上 这边就是来到了开放式的餐厅客厅跟厨房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样板间做了很多的设计 比如说这个壁炉 周围贴上了白色的瓷砖 非常漂亮 更加显现出这个档次 这个厨房旁边 整面的推拉门设计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整个推开 来到后院有个deck 和后院 采光非常的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厨房 非常的漂亮 整个这个柜面 还有这个高度 都是做了升级 然后这个外溪油纹 也是美国大品牌之一 内嵌式的这个灶台 也是升级过的 这个台面的手感也是非常的好 那这边来 就来到这个pantry room 也是一个拐角处 设置了潘春容 这边是一个壁瓜式的烤箱 和微波炉 这边方便 非常方便拿取食物 这边是冰箱 这个吧台非常的漂亮 也是做了延伸 可以看到 放了三张很大的这个吧台椅 都可以容纳下 非常喜欢他们家这个地面 都做了这个升级整个的 我们去地下室看一下吧 这台要买的地下室也是装修完成的 我们去地下室看一下吧 地下室一下来也是一个储藏间 这边是锅炉房 往里来 这边设计了一个小的湿的吧台 然后这边可以放酒 酒柜 洗手台 你去找一下吧 然后这边是一个客厅 这个客厅也是带有阳光的 这个客厅也是带有窗户的 往里面来 这个地下室也是设计得上的一个权位 跟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窗户基本也是在地上的 非常的棒啊 采光很好 好 看完了地下室跟一层 我们现在上二楼看一下吧 这个二楼也是做了这个楼空 木质跟铁柱的这个楼空扶手设计 非常喜欢他们这个二楼 还放了很多这个镜子装饰 增加了空间感 还有这漂亮的灯 好 来到二楼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一个loft 带有窗户的 这个loft 没有刚才我们看的第一间房子那么大 但是也很宽敞 往这边走 这是一个带有窗户的洗衣房 做了很多的吊棍 可以储藏的东西 这边就是主卧 可以看到这主卧也是 两边都有窗户 这边另外一面前还有面大的窗户 往这边来就来到了主卧的卫生间 做了贴墙纸的设计 这墙纸很漂亮 很增加质感 这边是一个干脏的马桶房 带窗户的 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淋浴房 它也支持了升级 所以没有了泡澡盆 这边还是有个窗户 往这边走 一个非常大的布 十一帽间 往这边看 还有很深的一个区域 好的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另外两个卧室 从主卧出来 经过这个loft区域 这个小客厅的区域 我们就来到了另外一边 这边分别有 一 二 两个卧室和一个全卫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卧室 妈妈 我要这个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卧室 对面就是一个双洗手盆的一个全卫 也是带有窗户的 看一下这个卧室也是很漂亮 这个装饰也很有意思 看这个墙上的挂钩 做的是那种 这是船的那个床帽的那个形状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卧室的床上 有三个小窗户 这个阳光很好 可以照进来 这边的衣帽间 也是带有一个小窗户 可以正好照进来 非常的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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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